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此同时 白会长将赵道哲的眼角膜进行了移植 器官移植买卖吸引了更多的客户 道基转走了包牙老板账户里的钱 骗他一起跑路 包牙老板上船才发现船上都是自己的手下 这才明白自己被耍了 何奈对道基的怀疑继续加重 再次跟踪道基 继续今天的故事 何奈监视道基 一路跟到代表家门口 拍下他开的模范出租车的照片 道基特来向代表汇报 他已将包牙老板和手下们流放于海上 虽然模范小队成奸除恶 但道基并不想置他人于死地 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周边的人与世 发现白会长可能不值得信任 所以 这次他索性选择将包牙老板们留在海上飘荡 这番话令代表陷入沉思 他的宗旨是不可为恶所胜 反要以善甚恶 可白会长就毫无征道地告诉他 赵道哲死了 也没有讲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的确奇怪 何奈翻开模范出租车小队成员的资料发现 他们个个都是被害者家属 其中两位汽车改造员的亲人被同个犯人所害 何奈分析再三 向次长提出对青鸟代表实施逮捕 他陷入赵道哲消失案件无法自拔 通过监控 他发现与赵道哲有关的出租车 昨晚出现在代表家门口 驾驶员是道基 除此之外 巴士老板案发现场掉落道基的公牌 以目前证据来看 已足够申请搜查令 何奈建议对代表家进行搜查 寻找那些失踪的犯人 他现在严重怀疑代表可能会私下将犯人们杀害 次长看着道基的证据公牌 同意帮何奈申请搜查令 转头向老朋友代表感到抱歉 提前打招呼 需要对他家进行搜查 次长对代表深信不疑 但他并不相信道基 很快保安通过监控第一时间 发现警察来到代表家 开始全面搜查 代表的房子和出租车公司是左右邻居 为防止地下室不会发现 小队人员关掉灯光 从密室撤留 一番寻查 何奈并未发现在赵道哲离开的那辆出租车 他怀疑房子内有密室 便四处摸索 殊不知旁边栏杆才是打开密室的开关 最后只能失望而归 没找到任何线索 既然如此 何奈采用主动出击的方法 开门见山询问道基 赵道哲在哪里 你们为什么要绑走犯人 并批评他们所谓的正义 以暴制暴 跟那些杀人犯没什么两样 道基反对 何奈坚持己见 斥责他们的做法太偏激 打着维护正义的幌子 实则是在发泄对自己过去经历的怨情 另一边 市长向老朋友社长道歉 请他大人不计小人过 不要跟何奈一般见识 他虽然鲁莽 却是个耿直的检察官 赔完罪 次长拿出一件案子 需要代表帮忙 这事件没有尸体的杀人案 警察已经确定犯人 但苦于没找到证据 检察官何奈不同意进行起诉 坚持要警察先找到被害者的尸体 双方争执不下 警察更是指责何奈不畏受害者家属着想 都不进行起诉 就将人放走 家属该受到多大打击 何奈坚持按流程办事 警察无奈只能离开 盗机接到指令 在上被害者的牧师父亲 请他说出自己的故事 牧师悲从中来 说起自己善良的儿子 常常去做义工 一次偶然遇到同样是义工的心爱之人 儿子从事建筑方面的工作 而媳妇见多识广 在事业上帮了儿子不少 一天 儿子出门见儿媳妇介绍的客户 没想到就再也没有回家 牧师拿出儿子去见的客户照片 此人与白会长的胖手下长得一模一样 按照警方调查结果 胖手下迷晕儿子后带回他办公室 之后发生的事无人知晓 中途只有一名男子进出过办公室 他也是本案唯一的目击者 次日调查时 儿子就人间蒸发 监控也没拍到他的踪迹 牧师悲痛欲绝 我的儿子到底去了哪里 到达目的地 牧师下车 按照流程找到了游戏机 但他并未选择复仇按钮 身为父母 他还抱着一切希望 儿子会活着回来 他不需要复仇 与此同时 何娜也在调查此案 从妹妹处得知 胖手下喜欢嗓子 却被哥哥横刀夺爱 对方真的会以这个理由杀人吗 此外 妹妹实在不满意 事实摆在眼前 怎么能找不到尸体 就无法定罪呢 和闹无言以对 面对下跪祈求的家属 不知如何是好 神父最终选择放弃复仇 对信仰天主的他来说 复仇比宽恕更加困难 既然神父选择放弃 代表解散众人 准备不再关注这个案子 盗姬却坚持不愿放手 他递给代表嫌疑犯照片 正是白会长的胖手下 而胖手下正在 和那办公室内叫嚣 因为检方没有找到犯罪证据 无法对其长期居服 只能暂时放弃离开 最后一次问话 胖手下态度嚣张无比 嘲笑着和那无法找到尸体 为自己定罪 和那发誓一定要将他绳之以法 他已经找到胖手下的犯罪动机 原来胖手下在听说 心爱的女人要和受害者结婚后 立马租下案发现场 月谷动办公室 预谋杀害神父的儿子 迷恋而媳妇的胖手下极度兴起 最终才会痛下杀手 虽然犯罪动机找到 但受害者尸体还未被发现 于是和那来案发现场 想要找到有关尸体的线索 和那根据现场留下的血液建设轨迹 推测出神父儿子醒来后 胖手下对其进行了殴打 和那不明白为何胖手下 不趁神父儿子还在沉睡时下手杀害 难道是有什么必须要受害者 暂时活下去的理由吗 为了寻找更多证据 和那联系目击者 让他检察院参与问话 但目击者却始终不肯露面 此时的目击者正在拘留所外 迎接被释放的胖手下 在离开监狱的路上 目击者再次接到河内 让他前来接受调查的电话 目击者不禁抱怨几句 胖手下只要和女人缠上 就特别不顺 听到目击者诋毁自己心爱的女人 胖手下怒火中烧 一行人回到白会长老巢后 胖手下把被揍得鼻青脸肿的目击者 拖到屋内 而这一幕正好被送代表 去见白会长的倒机看到 倒机顺着门缝偷偷观望 屋内胖手下正在教训目击者 倒机望着正出神 却被身旁的声音打断 看到打断自己神游的男子 和屋内的胖手下 长得一模一样的脸 倒机惊讶不已 此时代表询问 白会长是如何处理赵道哲的尸体的 外加最近的无师杀人案 白会长打马呼掩 反警告代表不要多管闲事 代表提醒他不要阅限 只做分内知识就好 这时两个胖手下进屋 代表一脸惊讶 通过这次谈话 代表意识到白会长不对劲 发誓要将牧师儿子案件追查到底 没多久 目击者因酒驾被逮捕 和那趁机问及 案发当天在办公室发生了什么 目击者坚持自己什么都没看到 他一进屋 看到房间的房门虚掩着 往外散发着气体 还没等他上前查看 胖手下就从屋内走出 跟他结伴离开 和那用减轻刑法作为诱饵 外加之前目击者被胖手下狂殴 内心愤愤不平 他同意与和那合作 去打探胖手下如何处理尸体的 目击者与胖手下相约喝酒 在对方喝多时 目击者进入正体 询问他是如何处理尸体的 才能把警察耍得团团转 焦头烂额 丝毫没有头绪 喝多的胖手下也不再顾忌 悄悄告诉他自己的作案手法 目击者表情一变 可想而知胖手下手段极其残忍 套到了有力情报 目击者急忙向和那通风报信 边下楼边说 快说重点时 转角遇见胖打手 前有胖打手 后有胖手下 目击者被踢出窗外 忍痛逃跑 和那察觉到不对劲 联系手下搜查官赶去救援 目击者被打手抓到 盗机赶来踢飞打手 与他撕打在一起 为目击者争取逃跑时间 没打几轮 警车赶到 盗机与打手逃离现场 逃走的目击者被胖手下攻击 拿着棍子追赶着 受伤的目击者一路逃窜 却始终无法逃离魔爪 被胖手下追击 没多久 和那到达现场 附近发现一具尸体 没想到竟然是是和那的手下搜查官的尸点 和那痛失左膀右臂 撕心裂肺地哭泣 混在人群里的盗机看到这一幕 有些感同身受 有些自责 先前和那跟搜查官去进行连环杀人犯采访 犯人丝毫没有反省自己罪责 还大言不惭地说着自己杀人手法一击致命 不会让受害者感到痛楚 相比于其他残忍的犯人 受害者家属们不该埋怨自己 和那顿感无语 觉得对于非人类的犯人 就该让他们受尽折磨 比起法律 他更喜欢用拳头解决问题 但搜查官习惯用法律解决问题 特别是无罪推定原则 宁可放过一百个罪人 也不让一个人无辜获罪 就是这样一位人性化的搜查官 被毫无人性的犯人杀害了 本集有些许沉重 经过这次 和那应该会改变自己的想法 而倒机也开始质疑代表的形式作风 想要跟和那那联手 将犯人送到他手里 至于受害者的尸体如何消失的 结合房间里散发的气体 和和那推论 很有可能与器官有关 尸体的处置不敢想象 之后的故事会如何发展呢 让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